发酵到现在李慧莉、韩素希、柳俊烈三人 依旧话题不断争议满满 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慧莉自发文真有趣后 沉默了数天后 突然在今日下午在IG发文回应事件并道歉 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慧莉在IG上传了全黑的图片 在常文里 李慧莉提到的的终点是 一、去年11月与柳俊烈分手 二、分手后与柳俊烈进行谈话后再无联系 三、那条新闻自己没有以演员李慧莉的身份理性对待 而是以李慧莉本人表达了对这件事的看法 因此道歉 李慧莉发生后 网友几乎清一色的替他布置 理解他是因为和柳俊烈在同一个公司 并且由于李慧莉在的是子公司才道歉 但仍希望他能换公司 同时斥责柳俊烈没有担当 不过眼见的网友也发现 在道歉文里 他用是11月分手这个细节 作为了他最后的反抗 是默默打脸了柳俊烈新欢韩素希的辩解 以及还没为韩素希做的开脱 而夺方声援的韩素希 18日下午完成夏威夷行程后 通过仁川国际机场入境韩国 当天韩素希牵着经纪人的手出现在记者面前 他改变了路线 选择了与原定登机口不同的登机口 这给现场报道带来了一些压力 他化着浓妆 站在镜头前露出灿烂的笑容 展现了华丽的外貌 他身穿黑色牛仔裤和彩色开衫 对着镜头露出笑容 左手无名纸上还戴了戒指 这是他恋情公开后的首次露面 此事最受关注的就是韩素希 左手无名纸上的戒指 最近在夏威夷拍摄的照片中 甚至没有出现这枚戒指 但他在机场现场的混乱中闪闪发光 引发了韩国网友们的各种戒毒 首先普遍的观点是他是有特殊意义的 虽然没有在前一天入境的恋人柳俊烈手上发现 但外界强烈反响认为 左手无名纸上的戒指可能有特殊含义 特别是韩素希在镜头前不断举起左手梳理头发 这一事实也应征了这一点 因此人们怀疑他左手无名纸上的戒指 与柳俊烈有关 此外韩素希背戴上佩戴的白色泰迪熊要尺圈 也被解读为想要炫耀与柳俊烈的恋情 韩素希对北极熊有着特殊的喜爱 柳俊烈去年还被任命为国际环境组织 绿色和平组织首位韩国官方公关大使 并共同制作了我是北极熊的宣传视频 韩素希左手无名纸上的戒指和北极熊要尺圈等 让不少人觉得 现在一看到他就有种小人得知的感觉 好像回来炫耀式的感觉 甚至有人认为 这和夫妻的世界里面他自己的角色一模一样 其实在韩素希与柳俊烈夏威夷恋情曝光后 根据分手烈爱时间线 对于换成恋爱无缝衔接的志一生此起必伏 当时的李慧莉更新ins图片是椰子树 配文真有意思 更耐人寻味的是 李慧莉发完真有意思动态几个小时后 直接取关了柳俊烈 她的所有操作都是针对柳俊烈一人 没想到韩梅先是跳出来帮韩素希说话 诚诚柳俊烈与李慧莉在去年年初就已经分手 而自己与柳俊烈直到11月才首次见面 柳俊烈心欢 现在人气比李慧莉高很多的韩素希直接公开嘲讽李慧莉 韩素希先是公开了自己就在夏威夷度假 其中还有与朋友带情侣首帘的图片 后面干脆在韩梅力听后又在社交平台回击 称自己不喜欢有对象的人 也不会去妨碍别人的恋爱 更不会去换成恋爱 最后她还特意说一句我觉得很有意思 此剧更激怒了网友 因为当年惠丽在拍请回答1988前 已经因为Girls给成员身份走红 那时她是有20家代言在身的百姨少女 不说如日中天 至少也是大事爱豆 而柳俊烈呢 只是一个nobody cares的小演员 去面是1988时 自己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坐着地铁去 还得靠商店店员的兼职维持生计 大事女爱豆和打酱油小演员 差距大的至少是两人颜值差距 请回答1988播出后 李慧莉也是不予于力帮柳俊烈宣传 恋情公开后 对于柳俊烈而言是宣传大利器 但对神间爱豆一直的李慧莉 却是一把双刃剑 事业上升期爱豆公开恋情的风险 要比演员大很多 事实却是如此 柳俊烈拿到了白相应地 一月急身泡菜果金字塔顶端 而李慧莉事业却慢慢糊了 柳俊烈平台一直没关注李慧莉 加上分售前 李慧莉曾在节目中自爆 一天都没有收到柳俊烈一条信息 很多人觉得她是被冷暴力分手的 结果李慧莉没说柳俊烈喜欢韩素希什么 却被韩素希跳出来挖苦 韩素希被骂后又发声道歉 但强调与李慧莉实际分手时间 是在2023年年初 拖到11月才公布 她与柳俊烈在2024年初确认恋爱关系 不存在换成恋爱这个说法 好笑的是在回复网友中 韩素希表示柳俊烈和李慧莉分手的时间 是她基于去年6月的新闻文章整理后写的 而不是问男友 在她发声后 柳俊烈的声明才姗姗来迟 她通过公司声明表示 是和李慧莉分手后才和韩素希见面 并要起诉造谣网友 他们发声后韩国网友直接态度一变 转头怒骂李慧莉要她道歉 倒是理智的网友直接可没真好脾气 直接深挖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韩媒称2023年11月两人才首次见面 柳俊烈也表示分手后才见面 但网友们扒出了韩素希2016年两次点赞柳俊烈的IG 又翻出了两人2021年时 一同拍摄某品牌广告的活动及视频截图 韩素希称柳俊烈和李慧莉是2023年年初分手 但分手前三天两人都还用着同款情侣手机壳 而这个手机壳是11月才换的 10月两个人用的是另外一款 韩网最早曝光柳俊烈与李慧莉分手的时间是8月份 还是帮韩素希说话的媒体曝光的 当然我们此前也提到 帝社也出来帮韩素希说话 先是拍到韩素希与柳俊烈夏威夷合照 说两人心情不好 韩素希看起来也是予予寡欢 然后帝社还爆料 称柳俊烈与李慧莉6人以后就疏远了 连李慧莉生日也没有参加 直到11月才分手 期间都没有见过面 虽然帝社力证韩素希没有插足 这不正是说明了她是用冷包里的方式 与李慧莉分手的吗 但很快就有韩国网友翻出 在李慧莉和柳俊烈分手的那个月 就有韩国狗仔爆料柳俊烈7月劈腿了韩素希 但是因为这个狗仔不算出名 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关注 李慧莉的亲友看不下去 出来爆料称 慧莉8年恋爱却一直被人嚼舌根 过得很痛苦 两人去年3月开始疏远 决定互相给对方一段时间 去年9、10月开始说分手 沈思熟虑后11月分手 而韩素希从夏威夷回来的照片 她对着镜头露出笑容 左手无名至上还戴了戒指 动态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只不过让一些网友蒙回夫妻的事件 倒是柳俊烈依旧美美地当个隐身男 柳俊烈和韩素希的部分粉丝觉得 因为恋情被骂太冤 但事实上并不是说分手后不能找新恋情 网友更多的是心疼那个在事业高峰期毅然攻恋情 却没能得好结果的李慧莉 一个女生耗了7年的时间结束恋情 曾经的另一半冷包力分手 又很快一似无缝对接有了新欢 新欢出来踩李慧莉的脸 还没帮行欢说话 但事实又与他们言论相悖 现在想想李慧莉的付出是有多么的可笑